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从7月20号开始 低风险地区影院逐步有序恢复营业 首批上映的影片既有新片第一次的离别 也有战狼2 哪吒之魔童将士等国产口碑佳作 据猫眼票房数据显示 7月20号院线复事的第一天 全国票房收入超过350万元 观众热情回应了电影复事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将有近百部中外影片 陆续与观众见面 你听到电影院复工的消息心情怎么样 开心啊 终于啊 惊喜吧 就很开心 开心啊 终于可以看电影了 约个帅哥去看电影 特别激动 然后想要马上去看 因为疫情期间就是好多社交活动都已经停止了 然后也有好多想要见的朋友 就是想要约一约 我第一时间交上亲朋好友们包场去看 那肯定要去的 憋了很长时间了 我想安安心心地坐在影院的椅子上 然后看一场比如说酣畅淋漓的动作片啊 或者是那种非常走情绪的 就是能让我大哭一场 或者是大笑一场这种片子 根据文化时分发布的影院复工影迷调查问卷显示 有九成的观众表示期待能重回影院 电影院优质的观影环境和观影体验 是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最大原因 尤其是有了4K高清 3D MX等技术 不但人物的表情动作 场景细节看得一清二楚 环绕式全景声 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其次有62%的观众认为 到影院观影是一种情怀 影院的观影氛围是无法取代的 而喜欢的影片上映 影院的防控措施 票价优惠 依次都是观众选择影院看电影的重要因素 你觉得在电影院大萤幕上看电影 会被网络观影所取代吗 不一样 太不一样 你有很多细节可以得到 就跟你听手机听歌和CD听歌 完全不一样 还是比较怀念电影院的环境和氛围 就是在大萤幕上 它首先是一个黑暗的 你能保证一个黑暗的 沉浸式的这种观影 你的注意力会非常集中在这个电影上 大家可以一起然后坐下来 有这么一个时间一起共处 就是共享这个美好的时光 复工一时 全国复工影院 将以复应片 中小成本的文艺片和剧情片为主 目前已经有至少五部新片公布定档时间 7月20号当天上映的有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第一次的离别 和纪录片《璀璨新火3D》 国产动画片《妙先生》原定于今年2月14号上映的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和《乔迈疯长》选择在七夕上映 定档在复工的第一个周末上映的两部进口大片 范迪塞尔主演的《蝶雪战雪》和《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 《多利特的奇幻冒险》也将与观众见面 想去看阿凡达 艾麦斯《星际传约》 那个《雾沙》还要在20号再上吗 因为他得了一圈奖之后 所以你再看一遍没问题 他比较期待女排这个片子 对 夺冠 然后另外就是《唐人杰探案》 《花木兰》 《唐人杰探案》就肯定是掉了胃口时间太长了 这两个算是现在最期待的吧 听说七月二时候首天有一部片子叫《第一次的离别》 是讲新疆的 然后其实之前从来都没有看过 关于新疆那个地方的片子 所以我还是很好奇 一会儿就会秒预售电影票 这是芯片第一次的离别 七月十九号当晚首场电影票的直播预售现场 当晚联动曝光量就超过两亿 一万六千张优惠电影票也被当场抢空 在上座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许 每日排片量减半等限制条件下 第一次的离别 作为影院复工后第一部上映的芯片 也获得了各大院线的大力支持和点赞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七月二十号当天 全国总复工影院数八百三十五家 总出票数十五点五七万张 总场次将近一万场 观影人次为十一点二万 上座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八七 当日票房三百四十七点九二万元 其中第一次的离别票房最高为一百五十点八七万 排片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我个人认为那一天是一个不亚于武汉城市解封那样的大日子 它是大家能够从中看到一个对于市场的信心 影院院线大家一起抱团取暖 互相慰藉 互相支持 应该说是全球电影市场经历了这次疫情的冲击 以中国的这个为标志 终于开始全面复苏的这么一个过程 除了定档的新片外 中国合伙人狼图腾 何以为家 战狼二 十二生肖 北京爱情故事 美人鱼 寻梦环游记 风声 夏洛特烦恼 大鱼海棠等多部影片将重新和观众见面 而这些复应影片的票房 片方不参与分账将全部让利给影院 七月十七号下午五点 成都和平电影院开启预售 四十分钟后 全国影院复应后的第一张电影票售出 随后当天供应的165张电影票 很快被抢购一空 而定价3.1元的低票价 也给观众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个复应影片的这个定价是每张3块1 其中还有3块钱是这个平台收取的服务费 咱们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第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这个复应片它是不分账的 所以再加上一些免税免专资的政策的话 咱们这个成本可以说趋近于零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即便说大家给这个影片定一个正常的票价 在这个隔开隔座的基础上 咱们一天的这个票房也会很高 所以索性咱们就让利给观众吧 在这个开业期前期应该说也是一个过渡期 那么复应片的上呢 可能跟片方商量的就是跟影院采取 就是所有的放映利益都给到影院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其实对影院呢也是一种帮扶 而下半年的电影院线中多部佳片令人期待 讲述几代中国女排奋斗历程的夺冠 由于当初媒体场适应时获得了极高的口碑 经历了改名 撤档等风波依然备受期待 而观众呼声最高的唐人街探案3 由于前两部的票房口碑俱佳 同样是未播鲜活 此外紧急救援《美人鱼2》 《风神三部曲》《江子牙》《温暖的抱抱》 等一批国产优秀影片也将陆续登录一幕 《我和我的祖国》的姐妹片 由张一谋担任总监制 宁浩担任总导演 张一白担任总策划的《我和我的家乡》 定于今年的国庆档上映 管虎担任总导演的《东极岛》 将县里建党一百周年 此外还有《七四九局》《秀春刀》 张一谋的新片《尖如磐石》 许安华导演的《第一炉香》 梁朝伟搭档一红的《猎狐行动》 葛优 雷家音等主演的电影版《古董局中局》 都在等待上映时机 党期都还在 影片供应充足 疫情的防控到位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在今年慢慢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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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许多行业都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行业也不例外 这段时间以来 我格外地想拍电影 更想看电影 当荧幕在此亮起的那一刻 电影便又获得了一次新生 电影是交织现实与梦想的媒介 在电影中 我们能够遇见另外一个世界和生活 电影也是我们的一位 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就当日子底 跟他失散太久了 我们今天能够在电影院里 久别重复 谢谢每一位 金属至今的电影院 也感谢每一位 等候大荧幕的观众 是你们延长了电影的生命 电影终于回来了 回来了 我回来了 各位伙伴 欢迎你们回到电影院 欢迎回到电影的世界 欢迎你回来 随着电影观众的回归 下半年一批优秀国内外影片 陆续登陆大荧幕 人们终于回到了 向往的光影世界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 让我们与这些造梦者 一起重返梦开始的地方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